字幕君 字幕君 好了,來到港人港市 今天阿宣拍文,我想問你 最近很Hit的 我不明白 所以沒辦法 我又不怕醜,因為我比你大 我想這麼說 我自己最主要的資訊來源 特別講香港文情的資訊來源 是來自Facebook 看看我的朋友分享 在我的朋友的群組裡面 最多的電視台短片 哪個電視台 是贏幾條街的 每天都有兩三段 他們的短片會在我的Facebook上面 有線電視 這期他們分享關於烏陷村的東西 幾天前就分享了《迷你創大火》 很多這樣的短片都是有線分享出來的 比較少就是NOW NOW也有的 不如有一間機構的新聞片 分享出來就不是因為 大家要看一下大件事 而是 你有沒有搞錯 你都這樣報導 當然那個就是TVB 我想問什麼贏罪起跑線 TVB近來就比較爭議性大的 叫做贏罪起跑線 也有一段短片被人廣傳 就是訪問幾個港媽 年輕的港媽 港媽說到贏罪起跑線已經是 OUT 如果你是生了出來 去到兩三歲 你才想想 究竟是否應該要開始 顧及她在教育 或者人生的起跑線上的位置呢 就已經太遲了 因為 你也知道 大約五六年前開始流行 例如小朋友 又要除了中英數 在幼稚園的時候 甚至Nurship的時候 中英數要開始補習之外 還要學非洲股 要學畫畫 最好去到小學的 interview 小學interview 要有一個Portfolio 即是有一套 那個小朋友已經做了出來的東西 去給學校看 OK 怎樣知道 原來這個已經是落五 原來根據這位 港媽那段短片裡的港媽所述 就是要贏在蛇精前 哪個社精啊 她的子女還是她自己啊 她的老公 喔 yeah 果然不太清楚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原來呢 有些幼稚園 只是收一些在一月出生的小朋友 真的嗎 是的 這些在港媽圈當中 就稱為大必 即是她在那個年紀層 那個school year 那個年紀類別 最大的那個 那麼 最大的和最小的一個分別 可能是有十二個月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只是收姬叫大必 那因為她出生早幾個月 所以dave有多幾個月的栽培時間 那我兒子十一月十二月出生 那好吧 那病不病態 病態 病態 病態的程度去到怎樣呢 就是一個年齡層 在一月出生 值淺過四月出生 就是孫柏文第一次聽到這個現象 你幾月出生 我一百月尾 我還要是我那個年最小的那個 最小的那個 你老爸射錯精 我是我那年最小的那個 那時候我記得我和一班中學同學去喝酒 突然間那個侍應生說要看我的身份證 我大聲吵 怎麼搞錯啊 他看著我 就說除了你之外 其他人也要看 那怎麼知道 原來全台人 我同班同學 同級同學 是只有我還沒到十八歲 啊 原來大聲有著手 哎呀 我不是承認了做一些負氣法 呀 二十年前的事不要緊 不過最緊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聽到這個概念 就是一月出生值淺過四月 其實在 不公道 不是人類的世界 是呀 你聽到什麼世界裡面 神經病 就是你一定要三月博物 你聽我聽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概念 其實是賽馬世界裡面說的 因為賽馬呢 一匹馬最重要的那場賽事要打比 而在外國就三歲跑的 而在香港是四歲 那隻馬四歲跑的 一生人只有一次機會而已 就是那個年份的所有三歲馬一起參與 所以如果你一月出生 就是你真的呢 在那個成長 是多比起一個在四月出生的馬匹 是會快一點 多幾個月 那Defo呢 增勝機會也都高一點 那Defo如果在拍賣會 我看那本拍賣書籍 說這隻馬拿出來拍賣的時候 一月出生的馬 同一個品種 同一個媽媽 同一個顏色 所有東西都一樣 只是因為它一月出生 就會值錢 那四月出生 而我們香港現在是扭曲到 將BB仔變成束散一樣 是啊 就是過分 喂大哥扭不扭曲啊 就是父母閒房都要選三月份 就是跟馬匹一樣 因為馬匹又是一樣要計算 究竟她的gestation period 就是她的懷孕時期有多長 而計算究竟可不可以盡量 即是人都要配種了 這麼說 這個港女我相信已經在做了 不過最重要的就是交配時間 即是低人跟她做嗎 不是啊 就是為什麼會這樣 香港變態 你是不是在說 是啊 那你當年都很抓自己小朋友讀書 沒有啊 行了你權貴 不是 香港抓自己小朋友 最想他們抓得緊要的 就是那批想在社會向上流的人 如果根本就是已經 我接受了格代貧窮 我永遠草根 我小朋友都永遠草根的話 不會出的 讀不成書出來做事啦 是啊 喂 有日有娘出不坐牢 甚至聰明搬出公屋系統 這個聰明情況 是啊 對啊 權貴階級 那叫權貴階級啊 不要說你了 我打雙腳我都不用 因為阿爺已經找到這麼多 嗯 你一開波已經因為 哇 那間學校原來的圖書館 是你阿爺的名字的 你又不用緊張啊 嗯 不過是中間那層 想向上爬那層 就得到七彩嘛 香港很多名牌的小學 其實你只以為你自己是 舊生你的小朋友入學 就非常之容易 喂 他們有錢入學的 當然 因為他們已經是權貴階級 不過你想一下 如果他自己是舊生幾十年前已經入學了 這個權貴階級的流動性就越來越低了 一個小朋友 蠢的 都已經有一個優惠 進去這間同一間小學 瑪利諾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了 南北都是 是啊 是啊 那好吧 這一批下面想搏上位的部分 就是 因為這一段TVB的短片 是訪問一批 就是他引述一個屯門幼稚園 一個很top屯門幼稚園的修生 你住在屯門 我猜猜 就應該機會率是權貴 就可能會偏低了 他現在學校很厲害 是不是權貴是住哪裡的呢 半山啊 佐敦啊 哈哈 京士泊山 是啊 京士泊就是很多權貴 郭士道 郭士道 衣衣柱這些地方 住得城街 壽神山 這些就是權貴住的地方 是啊 好啦 如果你是一個全門住的港媽 你很想下一代繼續爬上去的話 那你就想了 搬出來 你就想了 如果我兒女要爬上去 那就是我兒女要做一個 賺到錢的行業 經濟 一定是經濟行先的 沒有人是沒有錢成為權貴的 就算沒有錢的權貴 都可以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有錢人 然後自己繼續享受這個權貴的生活 那你生女就是了 好像我生兩個兒子那怎麼辦 可以的 你不用擔心 好 我這樣說 那如果你說要成人之後有份好功 直線思維 在教育的終點是什麼 終點 不講起點 講終點 我知道 那當然最好有個專業牌照 醫生就最好引人子 律師身即使 律師不即使 是誰來的 sorry chip chip 三十萬一堂 要做到那些大狀 可以的 香港有多少大狀 香港有多少掛名的大狀 現在連那一行都做不到 那些年輕人 年輕人 當然都不能打 算了 不要說 最重要的是 最好的醫生 最好是一些 備受保護工業裡面的從業員 那如果你要入到這些行業 你的大學就一定要入到一些課程 亦都要入一些好的大學 那要入好的大學 要怎樣才能入到 就給錢賣 那你沒有錢 因為你是中產而已 那就捕一些子女 讀到死 或者是在中學的成績要好先 是啊 那中學成績要好 當然在中學成績 特別在公開試要成績好 那一定要入到好的中學 那怎樣入好的中學 就是這樣補 那就是等於在小學的時候要吹捕 是啊 那如果小學的時候要吹捕的話 那也是要小學得好的話 那才能入到好的小學 那怎樣才能入到好的小學 那怎樣才能入到好的小學 給錢買的 什麼都是 唉 有錢當然什麼都可以 但問題就是 你說以前吹捕還有回報 因為呢 如果你是說讀大學的 看御科成績的 入到哪間御科學院 是看什麼成績 不知道 當年 不知道 E有沒有讀過御科 沒有 OK 我沒有錢讀的 如果你是說 要讀一間好的御科學院 或者御科的課程 那當然就是要考會考 考得厲害 E 當年你考會考 有沒有A 全部單T OK 那會考成績 那當然看看中學 那當然你要先讀到會考 那中三還有一個史 叫什麼 不知道 你有沒有肥了出來 當然 那就是中三淘汰史 當年已經淘汰了E出來 就我要考中三 那你要考中三淘汰史 那你首先要入中學 那小六那時候就叫什麼史 你這個有考了吧 有但不知道 小六 小六那個應該叫學能測驗 是不是 有沒有啊 你有沒有啊 那些比較 那些比較 什麼事啊 我看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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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關 都是你在社會街梯上 向上爬的機會 如果不是 怎麼會被人催谷呢 那好了 教育制度 在近十幾二十年 開始吹一個風 用三個字 叫一條龍 一條龍的設計者 就是那幫 我以前叫做 不吃人間煙火啦 現在就叫離地啦 他就說 咦 社會很多聲音 說小朋友讀書壓力很大 而壓力的來源 就來自考試 是啊 那德國 直算思維 就不如把公開試 全部 cancel 了咯 好啊 換來的 是否一條龍 而一條龍的後果 非常之簡單 就是 哪一個學校教你DSE 其實就是 在你小學入學那刻決定的 很多人反對 那德國入小學那刻 就要鬥到七彩咯 對呀 為何經常都說 贏在起跑線 贏在起跑線 就是一個小一學生 你哪裏可以interview的 他做的所有事情 是因為父母有的經濟資源 不是因為他 在小學的時候 遇到一些很好的老師 在一間Band 3的學校裏 都好 都可以在小六的學能測驗 爬到一間很好的中學 這個我真的沒有了 那德國在小學 在幼稚園的情況之下 一定是家長的經濟支持 去吹谷 那德國鬥錢多的時候 就仍然有大批人 贏在起跑線咯 所以我不是把小孩子推走了 就是 你好得推 就等於你的小朋友 已經贏在起跑線咯 嗯 那德國 就是 那個為什麼 小朋友現在 吹谷到變態的程度 就是這樣 來的咯 嗯 入到小學之後 突然間你見到 很多家長已經沒有了 這麼瘋的東西 沒有那麼crazy 即是他會逼到女兒 還要學八級琴 不會 不過不會又八級琴 然後又非洲鼓 然後又要去畫畫 然後走 即是不會做四百樣東西咯 很慘的 即是他還會專注一兩三樣東西 希望他會出人頭地 又逼他 不過不會去到那種瘋狂 那種說連射精都要計算時間的 的心態 太過分咯 即是其實就是這樣來的 OK 各位 就是因為有一幫 好有良知的人 將我們香港公開試 全部cancel完 Defo衍生了一條龍 Defo將你究竟DSC 會在哪裏讀哪裏考 在小一入學那一刻 已經決定了 Defo我就要在小一那個位 谷到你表登咯 那為何不廢除了他 嘩 香港會有人敢走出來 說其實我們應該需要多點公開試嗎 沒有人夠膽嗎 林依依都沒有不夠膽說 沒有膽 我為何不夠膽 泛民也沒有不夠膽說嗎 是啊 泛民是比較老 你記得一件事 好 公開試除了考學生之外 當數據不斷進來的時候 就會看到老師教得厲害不厲害的嘛 對老師的壓力這麼大 泛民有這麼多人都是教育界出來 任何對工人有壓力的東西 也不是好的 而對工人的壓力來源最大的地方 就一定是工人與工人的工作表現 可以清晰地對比衍生出來的競爭 嘩 真是慘 如果這樣就是 其實也是政治的而已 是啊 其實TSA怎麼來的呢 就是因為沒有了公開試 你也要看看老師教得好不好 就做了一條很典型 特區政府那種 為求達至他自己政治目的 又想安撫一些家長 跟家長說這個不是考你學生的 不過跟老師說這個TSA 其實都是你們抽樣 就是隨便打算很妥協 誰知道就是吃力不討好 激怒了所有人 大英帝國不知道 對小朋友來講考試壓力很大嗎 大英帝國第一件事就是 知道運動帝國這件事 不是只要你有PhD 你有個學位就運動到的 他其實特別在戰前 在大英帝國最輝煌的年代 當年英國真的只有兩間大學 劍橋和牛津而已 是你真的對學術研究有興趣才會去讀的 好各行各業都是不需要讀的 如果你想做一個香港的港督 其實中學畢業都可以的 只要你那時17歲已經去當軍 而在軍隊裏面看到你的性格 看到你的認知 當然你繼續要看書 繼續要學東西 不過在那個過程當中 你看到你做到的事便會計劃你進去 而不是又叫你讀 不是又叫你讀的 如果不是的話 就不會今時今日 就是為何特區 如果給一個帝國 或者共和國 給一些特區官員 是會滅亡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不懂得讀 英國人那些教育 那個考試制度就是 盡快想知道 究竟哪個年輕人 不要好想讀書 出來做事 學技能 我和你做了這麼多集 我發現 現在才發現 其實最有資格做特首 就是孫柏文和博士兩個 因為你們兩個咬得很厲害 不要這麼說 你自己給一個運輸及房屋 我管一下 我就開心 因為你那些 有些正常的人的思維 唉 你的前因後果 其實為何會這麼變態 港媽這麼多年來都這麼變態 我當年都被媽媽打到飛起 迫學這些 迫學那樣 不過未去到我媽媽不會計 其實我媽媽是有計的 當年我出生的預產期是9月 我媽媽特地要求 打枝快點啪 即快點生出來 催生針 催生針 原因是因為我媽媽說 很多世界上 很多教育系統 都會在9月1日截止 你媽媽這麼厲害 所以要我在8月尾出生的原因 就是因為 不要浪費時間 不要做大B 小B好 小B節省時間 你媽媽超級厲害 因為我催生 是因為那個時辰好一點 講媽媽 什麼歷代都有 不過你說到這麼變態 不是因為文化上的改變 當然是因為我們教育制度 衍生了一條龍 沒有公開試 三歲 入哪間幼稚園就定18 為什麼要變成這樣呢 香港現在 就是因為有一班 我相信是因為有一班老師 就用學生做人欲盾牌 說學生要考很多試很慘 不過學生不需要考試 因為他自己的教學質素 也都不受暴露 不會暴露出來 文化又少一點 小班教學怎麼來的 小班教學就是每個老師 少一點學生 就少一點工作 我猜 全部都是這樣來的 記得司徒華那句 司徒華他創立了很多機構 例如說學什麼 他那個老師工會叫什麼 司徒華那個 不知道 又是一個老師工會 教什麼 教協 是 司徒華創立了教協 創立了支聯會 創立了民主黨 民主黨他創立了 不是李柱銘 他有份 一定是他有份 如果司徒華是其中一個創黨之父 沒有人會有趣的 問題就是問他 如果你要排 究竟你最驕傲的 最驕傲就一定是教協 第二才是支聯會 第三才是民主黨 教協是什麼 教協是一個工人的工會 工會當然是說工人權益 那工人的利益最大 就是工人與工人之間 沒有競爭就最開心 我都不想跟你鬥 但是那就是 沒有競爭就沒有進步 所以你把自己的小朋友 扔出外國 那些高官也學了 你把小朋友 扔出外國 和讀國際學校 就是證明那些 哎呀 你那些草 一屆草民 DSE的制度好 一條狼你們硬吃 我自己的小朋友 不適合他們讀的 不是啊 不適合他們讀的 我扔走他們 因為他們在香港考慮雞蛋 即是考慮 伊伊小生想抵賴 他自己是一個 將自己的小朋友 脫離了本地教育制度 魔掌的母親 他沒得抵賴的了 他真的很辛苦 讀得 你是一個權貴 但我從來都不逼兒子讀書 是的 行了 我純粹是說 我只是想帶出一個位置 就是 每一個社會現象 人口變遷 當然也有個Factor 因為以前生四件 一件讀不到書 算了 還有三件 對沖了 而現在全部都是 用股票術語 一注讀贏 都騙了 是的 當然也有 人口變遷 不過也不要低估政策 改變帶來的和害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如果想拿民心 全部大學免費 不是 你都不明白 大學 你只是交了四萬多元 學費 我告訴你 你知道嗎 大學每年批錢給 本地大學 政府每年批錢給 本地大學 是180億元 什麼180億元 對於香港人來說 咦 那是多少 沒有favorite reference 所以 我們C23學會 我有份搞的C23學會 我曾經做了一條數目的 就是拿了香港所有 在香港 因為我時候覺得 如果你是讀Proscript 即是碩士 博士 那些 你就找人贊助好了 如果你沒有錢 OK 即是大學人捐錢去 你找過些錢去 如果政府真的說 應該是要資助 學士學位的話 嗯 那我們就拿了香港 八大學府 拿UGC錢 的 first degree 即是學士學位的 學生人數 送他們去外國就可以了 對 先 那好了 那個at any time 即是每一年 因為他有四年讀 有四年重疊 對不對 嗯 加加賣賣 香港八大學府 有八萬個學生 嗯 first degree 嗯 如果你把這180億 除開八萬人 多少 那你知不知每人收到多少資助 多少 180億除八萬人 25萬 每人 yeah 嘻嘻 你兒子當年的學費多少錢 大學 一年都25萬 不止啦 嘻 不過如果突然間政府跟你說 嘻嘻 你兒子入了家名校 自在25萬 和八大學府 有得費的 那不就不同了 那如果他跟你說 不如我每年 你兒子的學費 25萬 只要他不要肥腦出來 他讀了四年 就每年有25萬 幫他代替他交學費 當然貴過25萬 你自己補貼 那你兒子在哪裏讀書的 美國 不免得這麼貴 我們就不如拿梁齊恩 叫倫敦政治及經濟學院 來做個例子 那梁振英 actually 梁振英沒有主權 梁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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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太叫梁齊恩讀那間學校 那我相信 就應該和八大學府有得費的 就算比你HKU 都應該和你領藍入得比的 這樣就不止 我們欠他 OK 那梁齊恩讀LSC 那你知不知道 LSC一年學費多少錢 20幾萬 40萬 19萬多 這麼便宜 20萬有酒 如果政府跟梁太說 你女兒不如不要去香港讀書 她去外國 不過我就給你錢 至少補貼至25萬 學費不夠25萬 就補所有學費 如果學費超過25萬 或者在25萬 就給你25萬 如果在梁振英的個案 她還要幫政府欠5萬 20萬 對 OH MY GOD 那為何我們香港的人這麼慘 為何要在香港讀書 對 為何你那班香港人 要去香港的大學 去O CAM那裏 這些你不會明白的 我現在以下會用一連串的字句 你是不明白的 去O CAM那裏搞亂倫 跟著就給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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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就要上莊 跟著呢 如果是中大 就會玩Damp Beats 是吧 這個面子 我不明白 完全不明白 地球人都是不明白 不過你那8萬多個 在讀1st degree的 本地大學生 全部明白我在說些什麼 Anyways 為何你們要被迫著讀呢 就是因為這180億元 是養了一個 一個非常之龐大的 既得利益集團 在哪裏呢 其實這些錢都要 那些教授 那些TA 那些在大學校社的成建商 那些大學供應商 那些和大學有相關的機構 例如說科學園 哇 這180億 每年啊 喂 高鐵啊 都是會斷尾 都會起 撥完之後 起完就完 是啊 這些不完 那些是不斷的 哇 真的 而且最搞笑的就是 高官的小朋友 除非他想做醫生 律師 等香港要考牌的行業 多數都是留學 而最好的例子 就是梁齊恩 梁齊恩 他有什麼好例子呢 那他是不是 他老爸是不是政府高官 最高的那個 他很幸運 我不是很不幸運 不過現在 我很相信梁太太很疼自己的小朋友 疼的程度可能會過份 多過我 過份 會過份 不過如果這麼疼 就等於他相信 他一定要提供最優良的教育給自己的小朋友 而在他眼中可以接受的 等於都應該是好的 等於倫敦政治及經濟學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對於梁太太來說 是一間 good enough的大學 一定 那如果是的話 為什麼不讓他讀香港U 入不了 你覺得是嗎 很難入的香港U 你知不知道梁齊恩考什麼 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就不要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真的很難入 我兒子拿成3.5以上 算了 你在美國中學 不拿4字頭 你進不了的GPA 對 不過就是 我只是這麼說 要知道為什麼要贏在射精前 那是答案 所以 你幫我在這裡提 就是 為什麼會今時今日 有贏在射精前的現象 你覺得好嗎 我的角色 我的角色 只是分析 批判 當然 留待給 久不久會帶假髮的 劉依依 你開庭審議 我呢 就是你那個 我就是那個 我就是那個其中一個 即我是那個 怎麼說好呢 我就是提供證據的那個人 那怎麼審 怎麼判 就是你決定 那你會不會跟著他們這樣做 這麼妄居 去三月做外 唉呀 你都不明白的 依依 我是權貴來的嘛 我是權貸階級 大哥 即是你的小孩都在其中讀的 未必的 香港的國際學校 我自己讀過這麼多間 我作為Alum 已經有很多 都有優先權 對 那如果我將來的女朋友 將來的老婆 也都有這些優先權 還有啊 有幼稚園投票的時候 他當然要看你爸爸媽媽是怎樣的 聽一下你怎麼說話的 我們只是要說些英文出來的 就入咯 在英國講階級 只是講口音的 難道真的看著你 是不是坐牢絲內絲來嗎 這個世界大一步伐 買得起牢絲內絲 不過 很少步伐 可以將自己英文發音的口音留得正的 但是還有一個 你買他的分就能進去的 當然也有 甚至超級步伐都能進去 超級步伐 你又不是嘛 那即是國內來的那些 就全部進去 對 沒關係 讓他進去 沒有所謂的 對不對 最重要就是 不要香港的官立中學 特別是那些優秀 例如英王 嗯 突然間搞小班教育 突然間將每年收百幾個學生 變成每一百個學生 這就很可憐 為了教師工會 搞小班教學 令到那些學生還可以 被人向上排的中學 突然間收身減少 這些東西是不是屎巧 我不知道 但至少 Hey man 記得利益集團 最大在教育制度 就永遠是教職員 教師也好 辦學團體也好 大學的那幫人也好 我告訴大家 為何政府不會退 就算那些教授說 你解僱我 香港都沒有人讀的了 政府都不會退 原因就是 如果每個人都去外國大學 政府怎麼把校長插進去 那校長會很著數 香港的校長是著數 權力大 但外國沒得禁的了 還有 我自己很支持 因為我本身讀大學 這件事是 我不可以走出來說 各位你繼續讀UGC八大 我自己本人 和我自己的小朋友 都多數會在我讀的了 我這個沒有 所以我孫朋友 支持政府拿UGC的80億出來 派給大家 你入到 和八大學府 一樣好的外國大學 你就去讀 例如你入到 聘請LSC 就給你25萬去讀 其實應該 最好的地方 就是當你去過外國之後 黃之鋒肯定沒有 為甚麼呢 全部開口 說 根據外國經驗 我們就要學他們 這些 這些人全部都沒有外國住過 或者讀過書 原因就是 因為你在外國住過 你就會明白他們的弊病 明白了弊病 就不會每次叫香港 學外國的了 為甚麼呢 因為其實香港是不錯的 林依依 不是啊 如果香港是一個 已經 真是 很差的外國很多 林依依你走了 你還搞這麼大的 壇事出來 過癮嗎 就是因為我們 是最好的地方 不過現在 全都掉下來 跟第二那個 可能已經貼了很多 那你當然是 有沒有搞錯 當然想踢他上去的 不過我們還是最高的 那一點 死不死 人家都要退 以前英國和香港一樣 拘捕了你之後 48小時 不落差 要放你 現在一句反空 可以困你三個禮拜 現在 香港啊 林之福啊 黃之鋒都要放出來啦 搞事分子 在政府眼中就搞事分子 不知道這些 還有Habeus Corpus 用拉丁文說 人生保護令 這些我們香港還有 所以要保護 不過你才是 做不做到不知道 不如這次試 所以你說去外國 唸過 唯一一個真心膠 就是張超雄 張超雄 是唯一一個我服的 左膠 這個語言真的OK 那為什麼我服的 我不支持他 你要我投給他的話 我寧願不投 那張超雄為什麼我服呢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真心左膠 當年說貧窮線 這個你可以找回教育電視 因為教育電視有個通識科 就是講貧窮線 拿了我的言論 還有拿了張超雄的言論 他說 根據貧窮線計算方法 即是拿這個工資的中位數 再成某個百分比 而如果你不達到那個百分比 就等於是貧窮線之下 任何有收入差距的地方 就一定有貧窮 不管它那裏有多富庶都好 是 但是我想問 何可以講 北韓就沒有貧窮了 是一個 北韓是一個人人都是上班 賺36元的地方 所以那裏就沒有貧窮 36元是甚麼 因為根據 不要理它先 不過根據這個 如果工資中位數 那賠你36元 如果工資中位數的百分比 因為過多賺36元 每個人都在賺公資中位數 那裏就沒有貧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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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薪了 張超雄呢 真的這樣回答 如果一個社會 個個都吃柴豆 個個都吃薯皮 那裏確實是沒有貧窮 那倒是 What the fuck 我直接說 你不是這樣 是吧 你是不是左膠 塞了上路啊 大哥 那如果真的 個個都這樣 有甚麼貧窮呢 你當然了 你又要吃如刺燕魔 當然了 都沒有錯了 其實 你覺得他錯了嗎 那如果真的 如果個個都 哎呀 做甚麼 如果個個真的肯這樣 有甚麼貧窮呢 又健康一點啊 沒有肉 沒有米 沒有飯 是真的啊 如果看博士的法學人生 真是健康的啊 這一集的最後一句就是 我很期待 徐博士那集 吃薯皮 對身體有益 我們應向北韓人學習 好呀 你徐博士回來說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 好 拜拜 好 好